水瓶座是非常理性 他認為感情之中不是受害者 就是加害者 對 那我要當什麼呢 我幹嘛要當受害者呢 那如果我們感情出問題的時候 我先走吧 這其實不是一種自私 你可以說水瓶是一種聰明 因為他覺得感覺淡了嘛 那我們就自然發展吧 所以被抓包了還敢這麼冷靜 我再說 因為水瓶不是一個 會主動所有的星座 裝傻嗎 比方說你來抓包的時候 不是你 你是誰 我是誰 旁邊的人是誰 雙魚座 雙魚座會這樣 雙魚座是什麼 雙魚座是 雙魚座很有意思 雙魚座是那種傻乎乎的 他什麼東西都有興趣 什麼東西都搞不清楚 什麼東西也就不小心 就跟人上床了 不小心也就犯了錯誤了 可是雙魚座真的沒有壞心眼 雙魚座只是 他什麼東西都比較稍微隨心 而且會跟著人家做 就會是剛剛那種 我怎麼會這樣子 我是不是做錯事了 他跟旁邊的人還什麼 太刺了 這也是經典 厲害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器官會在你 兩星專家 為什麼 謝謝 我們想聽聽看有沒有多一些 比較誇張的事 事實上的經驗 對 其實我覺得每一種的狀況都有 像我們有時候在現場的時候 我們有遇過那種 現場他都馬上 老婆我錯了 你相信我 我只有這一次 我是第一次 那通常第三者會什麼反應呢 如果他在老婆那邊 第三者一定躲起來 被子蓋著吧 沒有 我們有遇到那種第三者很誇張 一進去找不到第三者 第三者在哪裡 他怕的鑰匙 然後躲到那個衣櫥 你知道賓館那個衣櫥 都是很小的 很小 他就把自己藏得很好 然後還可以用一個薄薄的 衣服把自己遮著 遮得好好 然後全身刺爐 然後那個太太進去就突出來 突然瘦了 那有沒有遇過第三者很兇的 比太太有 應該也有吧 上次的 有啊 我就 沒關係 現在你要什麼 你講啊 那你老公就都愛我 你不要沾著毛巾不拉死 也有啊 然後我們就把那段拍下來 然後法官馬罵得臭頭 好氣喔 誰罵得臭頭 第三者 不知廉恥 對啊 真的 那個法官當地我們講 我那時候在坐車子 也是發生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真實的事情 那太太 太太朋友看到他老公的車在那個賓館 那賓館以前剛開始的時候 車子停在 就是馬路上就可以看到 那個車子 你如果要是很顯目的車子 是不是在一樓的那種 對 你就從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車子 那剛好他開了才 黃色的保時捷 那個車子很清楚就可以認到 怎麼會有黃色的車子 在保時捷在賓館下面 那對方就打電話給他太太 他太太就知道以後 就馬上打電話先生 那先生很機靈 他一接到先生 他問你在哪裡 他先生就說 我在桃園啊 你在哪裡 什麼事 我剛剛朋友看到說 你車子停在賓館樓下 你現在是不是在那邊 笨蛋這老婆 對不對 要不就直接衝過去嘛 對不對 我們來打電話先確認一下 我這個朋友 賣車這個車子的朋友 多厲害你知道 直接打到我們車行去 那車是我賣的嘛 喂 小兆 你幫我一下 我老婆現在在賓館 要準備來抓我 我車子現在停在哪一家哪一家 賓館樓下 你打給他 你現在過來 你現在過來 因為他跟他老婆說什麼 你知道 說他的車子是借給我們 那我們必須就要去趕到那個Hotel去啊 我們當場 對 我們當場不是我 跟我另外一個夥伴一起過去 直接衝過去 然後從旁邊的小巷子鑽進去 從他後門爬上去 爬進去 然後他從後門這樣爬掉 到最後出來 對不起 我們還要繼續演下去 演出來是我另外一個夥伴 帶了他剛剛玩過的那個外遇的對象 出來Check out 然後坐車子 他老婆剛好在門口 這樣看得出去 對不起 回到家裡 這個男的把他老婆臭罵一頓 等一下 那如果這個時候 婷婷姐帶他朋友來門口等你 你會怎麼解釋 你打六天我 我會打 是 好又失智喔 他反射的燒了 失智失智 我想應該 沒有人 你會做什麼 好 我會跟他走